因为一个商鸡 他放弃城市工作 回到老家的小山村养鸡 他不听我的话 扣我这钱不准他赢 扣养鸡的 养这些赘到钱的 很少在我们这边 他投入所有积蓄创业 却接连遭遇意外 拖了两千只鸡 基本最后也就没啥鸡了 一个发泄 让他赚取创业第一桶金 七万元 我的心情的话 就是特别的激动 而且的话就跟我爸妈说的时候 那我心里面也是贼开心 价值十万元的鸡蛋 他不卖却全部免费送 一场合作 他的销售额翻了五倍 鸡和蛋不愁销 就喜欢喝了个糖 一个月最少都要买两只 看云南昆明的薛开勇 如何靠五万元起家 四年时间 年销售额达八百多万元 还带动两千六百多 建当利卡贫困户 脱贫致富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薛开勇 来自云南昆明的大山里 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 因为发现了一个商机 从城市回到老家的贫困山村 用打工积攒的五万元钱 养鸡创业 他仅用四年时间 就实现了年销售额八百多万元 还带动老家的两千六百多户 建当利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那么薛开勇到底养的是什么鸡 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两百多元的一只鸡 只要抓到就免费送 在场的游客听了都很兴奋 这些游客都是通过网上报名来的 薛开勇的养殖基地 距离昆明市城区不到两小时车程 一些游客会在周末和节日过来游玩 这些鸡散养在松林里野性十足 一个人很难抓住 大家决定合力抓鸡 我们再来几次 再过来 老许 来来来 我叫八名车 大伙费了半天劲 最终一只鸡都没有抓到 这一只鸡都没有站着鸡 抓不到 太快了 虽然游客们一只鸡都没有抓到 但为了不让游客扫兴 薛开勇免费提供煮鸡蛋和烤鸡给游客品尝 为了宣传自己的鸡和蛋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 薛开勇都会举办抓鸡捡鸡蛋等亲自活动 今天觉得非常的兴起很有意思 孩子你看像我孩子刚才是一个劲就冲在最前面 提着小桶我在后面追他都追不到 就为了捡鸡蛋去了 捡鸡蛋的话这是第一次 刚才去想要抓鸡鸡那就更是第一次了 这是第一次 而且我们这次还带着我儿子来 一起搞一个亲子活动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让小孩子参加这种类型的活动 在薛开勇三千五百多亩的养殖鸡地里 养了五万多只五黑鸡 最贵卖到二百七十元一只 鸡蛋两元钱一枚 拟到售额八百多万元 并带动两千六百多建档利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1994年出生的云南小伙薛开勇 是从五万元起步仅用四年时间就做到了这一切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里是薛开勇的老家村子 薛开勇家境贫困 父母都是农民 为了能早日工作赚钱 薛开勇初中毕业后就读了职业技术学校 2014年7月 他从昆明市职业技术学校花卉专业毕业后 应聘到昆明市一家花卉公司做园艺师 因为技术好又能吃苦 不到一年薛开勇就当上了技术主管 然而在2016年1月 薛开勇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不仅惹得父母很生气 也让很多村民难以理解 他不听我的话 你扣不住 赚不住钱不准他 学开勇瞒着家人 辞掉了在昆明市的工作 回村养鸡 在松平村 家家户户都会养几只图鸡 逢年过节用来招待客人 并没有人规模化养殖 更没有人靠养鸡能挣钱 父母和村民们没有一个人看好 可放着城市里好好的工作不做 薛开勇为什么要突然回来养鸡呢 原来薛开勇在2015年回家过年时 发现村里有许多闲置的林地 他就想利用荒地发展林下养鸡 我们松平村林地各种都挺多的 他在心里面就萌生了一个 林下养鸡的这种想法 虽然父母反对 可薛开勇有自己的想法 他拿出自己的五万元积蓄 开始筹备 从村里流转了两百亩林地 又在山脚下搭建起这种检疫房 五万元积蓄只剩下九千元 薛开勇本想养商品鸡 可养商品鸡周期长收益慢 并且养殖期间还要不断地投入 这让薛开勇压力很大 就在这时 他有了一个发现 就这个发现 让他不到一年纯盈利七万元 从而赚取了第一桶金 薛开勇又发现了什么呢 当地有很多人养鸡 可在养鸡上有个难题 是当地很多养殖户都很难解决的 薛开勇觉得 这就是机会 三四千元就能起步 三十天就能收回成本 当时我就在想着就 我自己 要不我自己我也来做种吧 因为种的话 三十天的周期 它那个现金流回本会很快 昆明市东川区 因为山大海拔高 村庄所处海拔不同 温差很大 小鸡苗出壳后 由于孵化箱内与室外存在温差 夏天温差在十摄氏度左右 冬天温差会达到三十摄氏度左右 小鸡苗适应不了这种温差 很容易死亡 就需要通过人工来调控 这个过程叫脱温 而脱温的过程中 把控温度和湿度很重要 温湿度调节过高或过低 都会造成小鸡死亡 虽然薛开勇没有学过畜牧专业 但是凭着一股爱钻研的劲儿 就从书上网上自学脱温技术 薛开勇花了四千元 买来五百只小鸡做试验 为了提高鸡苗成活率 薛开勇就白天黑夜地守在脱温室 这个铁皮筒是薛开勇改造成的加温炉 烧煤后通过管道给脱温室加温 当时的话我每天晚上都要在这个地方 坐在这里 就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得往里面加次煤 因为要确保小鸡的温度 而且是不分春夏秋冬 就算天气再冷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坐在这一片上 但是的话有两件均大一页 会批一下吧 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试验 薛开勇的脱温机 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 每一批脱温两千只机 一批三十天周期 那么一年至少能赚七万元 薛开勇早已做好规划 等攒够了钱就开始规模化养殖商品机 可一场灾难把这一切都浇灭了 2016年5月的一天夜里 薛开勇正在睡觉 一场暴雨来袭 而脱温室就位于山脚下 随时都有滑坡的危险 薛开勇来不及多想 赶紧往外跑 当时就这样倒下之后的话 水的话就排不出去 然后水就全部都往 全部都往我那个脱温室里面 寄进去了 小鸡就全部都是遭在水里面 拖了两千只鸡 基本上最后也就没啥鸡了 等暴雨退去 两千多只鸡苗 也就只有六七只还活着 薛开勇所有心绪 一夜之间全部化为泡影 当时心情不好的时候的话 我基本上就会来到这种 大山深处 然后对着大山 好上几三子 好玩掉的话 心里面就是那种压抑的 听一些话 多少会有一定的示范 仅剩的六七只鸡苗 在遭遇了暴雨之后 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这让薛开勇又燃起了希望 现在放弃的话 可能就真的也 心里面也有很不甘 挺不甘心嘛 就是说现在我就 就面临那么小的一个挫折 就是垮个山 我就把这个事业放弃了的话 就自己内心深处 都会看不起自己吧 薛开勇又重新引进了 两千只鸡苗进行脱温 脱温三十天 他就能把十元一只的鸡苗 卖到十三元钱左右 最贵的时候 能卖到十八元一只 脱温后的鸡苗成活率高 周边的村民都向薛开勇购买 我们村子里面 还是好多人都喜欢给它买的 到2016年底 靠脱温鸡苗 薛开勇纯赚七万多元钱 我个人心情的话 就是特别的激动 而且的话就跟我爸妈说的时候 那我心里面也是最开心 可薛开勇发现 销售脱温鸡苗有季节性 每到九月份以后 脱温鸡苗就卖不动了 薛开勇决定养殖商品鸡 当地市场上 许多商品鸡都是本地土鸡 薛开勇觉得 养土鸡市场竞争激烈 也没特色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 薛开勇在昆明市场 看上了一种鸡 这种鸡的卖价 每公斤比土鸡高出20多元 白凤无鸡是我们东川周边 目前是没有人在养殖的 我的这个鸡种也是很有特色 那我是不是在推给我的消费者的时候 就他们更容易诚实一些 当时在昆明市东川区 几乎没有人养白凤无鸡 薛开勇觉得这是一个商鸡 他以5.5元一只的价格购买了1000只白凤乌鸡鸡鸡苗 开始养殖 2017年2月份 薛开勇在养殖基地巡逻时 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就发现就陆陆续就每天有一只左右吧 就是会在那个沟里面 已经死亡了 但是具体的死亡的话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半年下我最少死了100多只 鸡还没长大 就死了100多只 这让薛开勇既心疼又好奇 他仔细观察后 发现死的鸡没有外伤 并且在此之前 一点生病的迹象都没有 那鸡是怎么死的呢 当时我养的那个白凤无鸡 山上就会摔下来 基本上摔下来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多久 它就要死了 白凤无鸡它属于私鱼 私鱼它和我们一般的家记的片鱼是不同 然后私鱼它像绒毛一样 它在如果是在空中的话 它无法承受空气 它是无法像我们一般的片鱼的鸡 可以进行一定的滑翔和一定的飞跃 根据鸡的羽毛划分 分为私鱼和片鱼 就像蓝瓶绒毛鸡和白凤无鸡 它们的羽毛是私鱼 原来薛凯勇的养殖基地在山上 地势陡峭又没有围栏拦着 晚上薛凯勇吆喝着往回赶机时 白凤无鸡受到惊吓 就容易掉下山崖摔死 薛凯勇算了一笔账 养殖一千只白凤无鸡 就摔死了一百多只 加上鸡苗钱 饲料等本 损失了约一千元 如果养殖规模扩大 带来的损失将会更多 2017年7月 薛凯勇决定及时止损 把剩下的900多只白凤无鸡 以140元一只的价格 在市场上全部处理掉 换一种更适合山地散养的鸡种 这就是五黑鸡 是薛凯勇在昆明考察时 看上的鸡种 我们现在养的是五黑鸡 像它有黑关 黑鱼 黑骨 黑皮 黑肉的特性 共鸣为五黑鸡 它还有个特性就是产绿颗蛋 它还有另外一个的名字 叫五黑一绿 五黑鸡产绿颗蛋 而当初薛凯勇看上的 正是这种绿颗蛋 昆明周边这些农贸市场里面 绿颗蛋比较少 但是超市里面有的 但是去到超市的话 就两块五到三块钱一个 它最高能够卖到三块钱 就那个价格特别吸引我 薛凯勇被绿颗蛋三元一枚的价格 深深地吸引 这一次它比之前更谨慎 在询问专家后得知 五黑鸡的羽毛是片鱼 善于飞翔 适合山地养殖 它就从昆明市花了6800元 购买了1000只五黑鸡苗进行养殖 可就在养殖6个月后 薛凯勇却发现 还是出了问题 100只鸡 有40只鸡产绿颗蛋 都挺不错的 它产白颗蛋 就有好多它都产白颗蛋 绿颗蛋市场售价2到3元一枚 白颗蛋和粉颗蛋 市场售价1元左右一枚 绿颗蛋占比这么少 薛凯勇傻眼了 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更糟糕的是薛凯勇发现 五黑鸡的鸡肉本应该是乌黑色的 而自己养殖的鸡竟然是白色的肉 薛凯勇这才意识到 自己引进的根本不是纯种五黑鸡鸡苗 2017年12月 薛凯勇在网上查阅资料 并多方打听后 以4.5元一枝的价格 购买了5000多只 纯度高的五黑鸡进行养殖 6个月后 薛凯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们看了一下 它整个白肉的占比率 它那5000只鸡 就说100只都不到 这个纯度的话 确实是得到保证了 第一批就下了4万多枚绿壳鸡蛋 薛凯勇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 亲戚朋友捧场 鸡蛋很快就销售一空 这让薛凯勇对养殖五黑鸡更加有信心 接连引进一万多只五黑鸡苗 扩大养殖 到了2018年5月 薛凯勇的五黑鸡存蓝量2万多只 两个月下来就卖了25万元钱的绿壳鸡蛋 同时为了防止再出现下雨 造成山体滑坡的灾害 薛凯勇从村里租了3500亩较平坦的山地 每年租金35000元 租期20年将养殖基地搬迁那里 2018年10月 五黑鸡开始大批量鸡蛋了 几乎都是绿壳的 这本应是高兴的事 可薛凯勇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两万只鸡同时鸡蛋 只靠朋友圈销售根本卖不完 五天就堆积两万多枚鸡蛋 怎么把鸡蛋卖出去 成了摆在薛凯勇面前的难题 薛凯勇就每天带着鸡蛋 去东川跑市场 跑了快一个月 却几乎没有卖出去 以前在朋友圈销售给亲朋好友 并没有人质疑绿壳蛋 但真正面对市场时 却给了薛凯勇沉重一击 就有好多人都在质疑你 你这鸡蛋为啥是绿壳的 你这鸡蛋是不是染色的 因为之前我们这边没有 从来没见过这个绿色的蛋 那您当时担心啥吗 担心这个蛋是怎么来的 到底能不能吃 隔来薛凯勇当初是在昆明市区的超市里 发现的绿壳蛋 才开始养殖的 但当时在东川区没有人大规模养殖五黑鸡 绿壳蛋很少见 很多人都不认可 在东川区卖不出去 薛凯勇就去了昆明市区 以前在昆明市区超市看到绿壳蛋三元一枚 本以为在昆明能卖出去 可结果让薛凯勇更郁闷 当时在昆明市场销售绿壳蛋的并不多 经销商已经有合作的商户 薛凯勇很难打入市场 从昆明回到养殖基地 薛凯勇做了一个决定 鸡蛋不卖了 全部免费送人 他在朋友圈推出一个活动 只要转发图文积88个赞 就免费送30个鸡蛋 从昆明市场回来以后 我心里面是偷心凉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我已经把这些鸡蛋 以这种白菜价格 就我亏钱去卖掉 那我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 让这些顾客来 尝试着来吃一下 来看一下 让他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让他把这鸡蛋放进锅里面 煮也好 让他炒也行 让他先看一下我们的品质 让他对我们这个品质 大概的有个了解 连着半个月的时间 薛凯勇送出去了 价值10万元的绿壳鸡蛋 铁了心的 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他做起来 就是哪怕我就花点成本去 我就当时宣传了 说不肉疼的话那是假的 为了尝尝考虑的话 这也是必须要走出的一步 当时领到的鸡蛋是那种 有外包装的 然后就有包装盒 然后看着很漂亮 然后知道是这个牌子 许多长过鸡蛋消费者 成了回头客 通过口口相传 薛凯勇的绿壳鸡蛋 逐渐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为了方便配送 薛凯勇在东川区 开了两家实体店 一年就给薛开勇带来了 约一百万元的销售额 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 并认可自己的鸡和鸡蛋呢 薛开勇有了个主意 还能让顾客主动帮他做宣传 张丽萍是东川区一家 早教机构负责人 负责引导教育三岁以下的孩子 除了学习 还经常举办一些亲子活动 2019年2月薛开勇找到张丽萍 希望通过与早教机构合作 开展亲子游活动 东川当时没有人 没有哪家养殖场敢做这种亲子游 基本就没有 基本当时我就在想着 要不我就来做这个 没有人开的这个先例 那就我来开 而东川区还没有养殖场 对游客开放 张丽萍与薛开勇一拍即合 达成合作 是以他们为切入点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合作室的养殖环境 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人 选择我们的产品 增加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去处 薛开勇还承诺 活动不仅免费提供两餐 而且鸡蛋只以成本价 1.5元的价格销售 这样一场活动下来 不仅不赚钱 还会赔钱 那薛开勇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 我说您剪的鸡蛋的过程 也要发点视频吗 对对 发着朋友们一起看一下 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说不再是单一的 就靠我或者让周边的朋友 帮忙转发 就让其他人自愿地来发 而且他们自愿地拍 他们想怎么拍怎么拍 因为我们自己拍了发出去的 可能会存在什么白拍啊 各种的嫌疑 但是让这些人来到场地里面 亲自感受完之后 他们拍出去的 会更有那种公信度 薛开勇举办亲子活动 看似赔本的做法 却通过家长的宣传 给薛开勇带来了五倍的销售额 亲子游活动举行后 吸引了昆明市区三家早教机构 及幼儿园找薛开勇谈合作 另外还有许多游客 自发结伴过来游玩 薛开勇的鸡蛋在昆明市 也逐渐打开了市场 他又在昆明市区 开了五家实体店 绿壳鸡蛋两元一枚 养殖满一年的商品鸡 128元一公斤 因为品质好 根本就不愁销 仅昆明市区五家实体店 年销售额就达500多万元 除了线下销售 2019年6月 薛开勇成立了自己的直播团队 进行直播 在线上销售 一个月销售额就达15万多元 2019年8月 薛开勇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 并帮助2600多户 建当利卡贫困村民 通过养殖五黑鸡脱贫致富 2019年薛开勇的五黑鸡 年初蓝量5万余只 鸡蛋400多万枚 实现线上线下 年销售额800多万元 它将带动更多村民 养鸡致富 薛开勇的创业故事 给我们很多启发 创业需要坚持 但坚持不是死守着一成不变 出了问题 不仅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及时止损 还要及时调整方向 既要有善于发现商机的眼光 还要敢于舍得 看得远才能走得更远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期的致富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